当今娱乐圈流量至上 小鲜肉们凭借自己超高的流量 就能片约不断 片酬也不菲 演技这个词似乎被人们淡忘 老戏骨们虽然有超强的表演功底 但是在如今一些影视作品里 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即便是活跃在荧幕上的 也大多只是接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演员 可谓是十足的老戏骨 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人物形象 他就是中国香港演员高雄 国字脸 大农媒伊字胡 根根树立的头发 老戏骨高雄在出演真子丹版金武门时 曾被无数人惊叹 这也太像鲁迅了吧 高雄老先生已经74岁高龄了 距离出演金武门已经26年过去了 在同龄演员一样天年的时候 他依旧在剧组拍戏 2020年上映的两部鬼吹灯系列作品 龙领迷哭 龙领迷哭之最后的班山道人中 他都饰演了了辽臣大师 当他须发全白的出现在荧幕上时 许多网友都以为这是角色需要 但其实并非如此 高雄没有像其他老演员一样 将头发染黑 努力保持年轻模样 而是心态平和 顺其自然 无所谓是否年轻 当然 就算高雄须发皆白 网友也并没有因此 而降低希望他出演鲁迅的呼声 还有人称他为二代鲁迅 认为他就是鲁迅的最佳人选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到 鲁迅也混社会啊 除了外表上 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外 高雄身上环绕着的那种狭盗正气 多年来也一直为观众们津津乐道 高雄老先生原名何耀申 出生在1947年广东 中山的一个偏僻乡下 当时武侠小说风靡全广东 连高雄所在的乡下 也不能避免追逐潮流 高雄的叔叔就非常痴迷于此 桌子里摆上了一排又一排的武侠小说 高雄身上的江湖气 就是来源于他的幼年时光 叔叔经常给他讲武侠小说里的故事 他每每都坐在盘凳上听得入迷 但后来叔叔外出打工 没人给他讲故事了 于是他就翻开小说认真看 但再认真也没用 当时的他还不是几个字 为了能看懂武侠小说 高雄学国文比谁都认真 在字典的帮助下 他脑海里的储字量早就超过同龄人士字量 在众多武侠小说的影响下 高雄的文人处事从小就颇巨侠气 在高雄的学生时期 班上有同学霸凌弱小 他十分看不惯这样的行径 在其他同学都不敢出头的时候 他站了出来 大声呵斥霸凌者 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 高雄是勇者 但换来的却是挨了一顿揍 此时的高雄认识了 空有瑕指之心 却无武力 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此后高雄开始习武 每天五点起床 练两个小时武功 上学念书 下学后再跟着师傅习武 这样的日子 贯穿了高雄的整个少年时代 国中毕业后 他一脚踏入了社会 独自一人背着行囊来到了香港 但事实证明 无论何时何地 就业问题仍是一大难关 毕业后的高雄 在这繁华的大都市 迷乱了双眼 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迷茫了一段时间 当时的香港演艺事业高速发展 一批一批的徐梦人 不断涌入演艺圈 高雄看着 心里突然燃起了一团火焰 我自幼习武 身子骨还算强健 去碰碰运气 也不算白赖一趟 随后 他去面试当时 破具盛名的邵氏影视公司 但可惜 他落选了当时选的演员类别 不过 最后他确实挤进了邵氏 但却是龙虎武师一职 龙虎武师俗称 武打戏里演员的替身 而高雄不争不强的性格 之所以能挤进竞争激烈的少使 就是因为他即使耐打 武功过硬 但武打替身的日子 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那个年代 电影拍摄技术还不成熟 对演员的保护措施也不到位 经常有演员受伤 正规演员都免不了受伤 耐生为武剃就更不用说了 高雄曾在采访中透露那段男傲的过往 当时啊 我们这些武剃三天一小伤 五天一大伤 每天身上都被打得很疼 我刚入行一个月不到 手臂骨折 大腿骨骨折 没有武剃 不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武打演员 他们都在这种生活里熬着 高雄也是如此 片场发高烧无人理 要你上场挨打就得上 稍有动作不标准 一顿慢指定跑不了 回忆起那段日子的高雄曾说 大家都是在混口饭吃 没谁会闲的来帮你一把 孙悟空在烈焰丹炉里 七七四十九天 终成火眼金睛 高雄片场 千锤百炼 几千个日日夜夜 终于成为了真正的演员 而这契机 就来源于一个普通的雨夜 像往常一样 高雄最晚收工 在其他演员已经到家时 他还在片场忙碌 那天晚上 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泊大雨 著名导演于仁泰 和他的助手 赶忙跑进高雄 所在的片场里避雨 高雄一向不擅长年轻事故 简单的招呼了两人后 就忙着干活了 但殊不知 鱼人泰在高雄简单招待后 就对他感了兴趣 当时五梯们身上大多匪气重 一眼不合就容易打起来 但高雄身上 狭气与稳重并存 甚至从谈吐中 还能看出文人的感觉 当时的鱼人泰在香港 名为病重 动辄有无数小演员巴结 但彼时连小演员都不是的高雄 认出他来之后 并没有像其他 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的人一样 前来恭维 而是不带一次功力的 递了他一杯热茶 就是这样君子般的举措 让鱼人泰对他高看两眼 就在高雄满文活 研究怎样让动作看起来更利落时 鱼人泰走到了他的身前 与他相谈许久 鱼人泰发现 他无论是演技 伸手 谈吐 以及见解 各方面素质 都不逊色于当红演员 唯独长相 不算太抓眼 当主角的话 有可能带不起票房 鱼人泰动了惜财之心 便将高雄 拉入了他将要开拍的 寻成马的剧组 分给他了一个正式角色 也是从这里开始 高雄正式开启了他的配角之路 寻成马开发的童年 高雄在电影《奇门遁甲》 扮演了一位朝廷官员 《倚天屠龙记》中 在梁朝伟任达华 邓翠文等一众香港巨星的光环下 身为少林寺僧人 绝远的高雄 演技并不落下风 至此 观众们记住了他的脸 就在拍完《倚天屠龙记》不久 高雄迎来了当主角的机会 1986年临冲上映 但可惜的是身为主角的高雄 并没有被观众们记住 反倒是身为配角的汤震燁 一炮而红 此后多年 他再没有演过主角 对此 高雄并没有被负面情绪包围 反而看得很开 当主角没红没关系 配角也同样可以出彩 只要是能演戏 就无所谓红不红 高雄的心态在多年前5T时期 就被魔力的淡淡然不强求 当时 人人都追民主力 他是少数几个 能够做到不宜物戏 不宜己悲的演员 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子 许多导演都愿意找他来演戏 至此 高雄西路大开 很多布局都对他抛出了橄榄枝 1995年 《真子丹版经武门》播出后 高雄被称为是最像霍原甲的霍原甲 1998年 他在焦恩郡版《小李飞刀》里 饰演上官惊鸿 演出了他身上的那种雄魂霸气 轩辕剑中的陈甫 枪火中的黑老大 随唐英雄传中的罗毅 中汉良版《天龙八部》里 武功极高的扫地僧 其中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扮演的角色 那就是《神死关》里的武人杨青了 那年 周星驰邀请高雄来参演《神死关》 在剧组期间 高雄独有的气质让周星驰对他印象深刻 多年后 周星驰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高雄 我对他的影响很深 可惜后来和他没有太多的合作 他非常具武侠气质 平时带人做事 也十分讲究一个意思 是个很可靠的人 多年来 高雄一直活跃在荧幕里 成为那种大家熟悉 却叫不出名字的老戏骨 出道53年 没有任何画篇绯闻 没有上过 热搜 向来只出现在作品里的高雄 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却引发了热议 近日 有网友上传了一组周杰琼 新戏开机路透照片 照片上可以看出 74岁高龄的老戏骨高雄 为22岁内地流量小花周杰琼撑伞 当时阳光毒辣 高雄为他撑伞 上台讲话的时候 周杰琼自然地接过了麦克风先讲 高雄就在旁边站着 这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有网友不屑 不尊重前辈 演艺圈现在是什么风气 这件事熟是熟非 众说纷纭 只有当事人清楚 但这件事 确实头一回让高雄 在年轻人之间 拥有了讨论度 当然 高雄先生 从不在乎这些流于表面的 熟是熟非 他在乎的 只有贯穿 他一生的信念 安安静静拍戏 踏踏实实做人 如今的高雄 已到古西之年 有着七十多岁的高龄 却还是抵挡不住 制作人朋友们的热情 和高雄经验的态度 以及自身充实的业务能力 有着一定的关系 同时 高雄浓厚的人格魅力 也在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 在如今的流量时代 很多流量明星 在自己本身能够完成的动作面前 依然会选择5T代为完成 想比较高雄 高雄有着七十几岁的高龄 却还是自己能完成就尽量完成 十分的敬业 也正是高雄本身 对自己事业的负责 才产生了一部又一部 经典的作品 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就算很少是主角 但还是会让观众 深深地记住高雄的身影 我们期待高雄 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相信高雄又会为各位朋友们 带来一个难忘的角色 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